眼前这个虚弱无力躺在病床上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便是这次受害者熊德泉先生。 熊德泉的身上和脸上都出现了被撕咬和割裂而形成的伤口。 然而这还不是最令人害人听闻的。 更严重的是熊德泉的生殖器被彻底割断了。 为其治疗的医生也表示,即使找回生殖器也无法替熊德泉接回去了。 熊德泉这是和谁结下了如此之深的梁子? 以至于被人割掉致命器官? 惨遭如此此毒手呢? 警方介入后经过不懈追查,最终查明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凶手是一名38岁名叫向金的女子所为。 熊德泉醒来之后也坦然承认该女子向金正是自己交往了八年之久的情人。 熊德泉回忆事发当天的经过时,仍然感到心有余悸。 熊德泉说自己在不久前刚和向金提出了分手。 但是,向金一直对他纠缠不休。 企图再次和好。 但是他不想再和向金有任何联系了。 于是每次都断言,拒绝了向金提出复合的要求。 到了事发的前一天, 没想到向金突然带着五六个年轻撞小伙,找上了门。 声拉硬拽把熊德泉带到了自己的出租房里。 向金经过一番甜言蜜语和软磨硬泡之后, 熊德泉的心变软了。 于是两人随即到附近宾馆开了监房。 一顿购合以后,结果两人最后就向金的要求没有弹拢。 发生了严重的肢体冲突。 熊德泉边诉说边向记者展示着身上触目惊心的伤口。 他说向金当时的情绪十分地激动。 他感到有些害怕。 看着母老虎般的向金。 他自己也不敢轻举妄动。 一直对向金说一些好听的话。 希望事态发展,不要继续恶化。 然而无论他怎么劝说。 最后向金的情绪还是彻底爆发了。 他拿着刀走进厕所,不顾熊德泉的苦苦哀求。 钻着熊德泉的生殖器便手起刀落。 顿时,卫生间里血流成河。 向金也急忙离开了现场。 最后熊德泉拖着血流不止的身体向宾馆的工作人员开始求救。 工作人员见此情景,立刻将他送往医院抢救。 熊德泉,这才得以解救。 如此血腥的案件背后,熊德泉和向金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以至于最后情人变仇人。 据了解,八年前向金和丈夫离婚后不久, 就和已婚的熊德泉发展了情人关系。 两人刚在一起的时候, 感情很和谐甜蜜。 即使后面熊德泉发现向金是赌, 也丝毫没有影响这段不伦之恋。 因为熊德泉再是小有能力的包工头, 承包了不少工程, 一直有着比较可观的经济来源。 所以当情人不断地向他开口要钱去赌博时, 熊德泉也是二话不说就给他的钱。 渐渐地向金的赌也越来越严重, 赌输的金额也越来越大, 一次性输掉上万也不出奇。 熊德泉逐渐意识到赌博这是一个无底洞, 于是跟向金提出了分手。 但赌引发作的人怎么会愿意放弃眼前的摇钱术? 向金不同意断绝这段关系, 于是期间两人也是分分合合纠缠不清。 熊德泉以为自己这次已经做到对向金人之意尽了, 二人从此可以毫无瓜葛了。 谁知几个月过去向金又找上了门, 向金远以为熊德泉会顾及旧情, 和自己恢复情人关系并且借钱给自己。 谁知这次的温柔攻略并不起效。 熊德泉说什么也不接受向金的请求。 一想到自己跟了熊德泉八年无名无分, 最终还要被抛弃, 也不知道是预谋已久还是一时冲动。 向金最后拿起了刀, 以一种残忍和令熊德泉十分屈辱的方式, 报复了昔日的情人。 通过前面记者了解到, 熊德泉是已婚的人, 那么这件事对他的妻子来说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打击呢? 熊德泉的妻子周才燕表示, 自己在事发当天, 接到了丈夫的电话, 变化那头丈夫奄奄一息地说他进了医院, 情况十分危急。 周才燕急忙赶到医院, 医生却告诉自己丈夫的生殖器被割断了, 还没等消化完治的信息。 警察又来告诉他, 凶手是和丈夫相处了八年的情人。 周才燕没有机会悲痛或愤怒, 因为他要尽快凑够丈夫的手术费用。 最后家里的积蓄也用光了, 只能开口向身边的亲戚借钱。 可是每次说起借钱的理由都是一次极大的考验。 周才燕无计可施了, 他只希望可以找到相经或他的家人, 让他们承担相应的医疗费用。 但是凶手相经却和人间蒸发了一般无处可寻, 与此同时也无法联系上他的家人。 周才燕和记者找到相经的前夫王某。 王某表示相经不仅豪赌, 在两性关系上也十分混乱。 他早在和自己离婚前, 就和雄德权发展关系了。 王某发现后便和相经提出了离婚。 离婚后相经仍多次要求复婚, 但已经失望透顶的王某下定决心不再修复这段关系。 相经从此便杳无音讯。 但是事发前一天, 相经却提着礼物来看望了儿子。 想必相经这时也做好了和雄德权破罐子破摔的打算了。 记者随即继续又向周边的邻居了解情况。 邻居却说了一件惊人的事实。 原来妻子周财燕一直都知道丈夫出轨的事情。 相经和雄德权的情人关系在乡里邻居之间, 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作为妻子的周财燕又怎么会毫不知情呢? 那么周财燕为什么要对这件事不管不问呢? 原来雄德权很早之前, 就跟周财燕提出离婚, 并且要求他净身出户。 但周财燕是个大龄的家庭主妇。 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 离开丈夫他可能会寸步难行。 最终周财燕坚决不同意离婚。 对丈夫和第三者变本加厉的行为。 也只能忍气吞声地凑合着。 最终警察成功将向荆棘拿归案。 周财燕也表示, 虽然丈夫做出了这么多伤害自己的事。 但是出于良心。 自己还是会照顾丈夫。 雄德权和向金因为一己私欲。 不顾道德的约束产生婚爱恋。 同时, 伤害了周边的人。 他们最终的下场很难让人同情。 但周财燕的确是个可怜人。 只希望雄德权最终可以真诚向妻子悔过道歉。 好好报答妻子的付出。 也希望周财燕苦涩的人生可以有所好转。 对于雄先生遭遇这件事。 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